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印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银翼杀手》 影片讲述了一个银翼杀手 被派去逮捕几个如亲泰勒公司的人造人的故事 影片刚开始是长段对于这部电影背景的介绍 故事发生在人类银翼杀手部队与人造人之间 画面转到一个黑暗的房间 李昂在和霍尔顿先生聊天 并且霍尔顿为他做测试 两个人聊得并不开心 李昂向霍尔顿发射了一颗子弹 画面转到了一个雨夜的闹市之中 一个男人在雨中吃着东西 可是一帮人找到他说 布莱安特正在寻找他这名银翼杀手 之后这名杀手被布莱安特告诉他 有三个人造人准备入侵泰勒公司 并且之前那个李昂就是人造人 布莱安特希望他可以去抓住他们 并且还有很厉害的人造人贝迪 罗拉 普瑞斯 并且他被告知这些人造人只有四年的寿命 于是被维以中任的杀手出发了 他遇到了美丽的女人瑞秋 一见面他就充满了不信任 于是他立刻开始了红膜测试 看看他是不是人造人 之后一旁的男人跟他说了很多关于人造人的事情 一个诡异的实验室里 有一个中国人在研究着很多奇怪的东西 例如眼球 后来有两个人造人入侵了他的实验室 并且开始逼问他 中国人老周告诉他们 要知道什么必须去找泰勒 塞巴斯蒂安可以带他们去 杀手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而瑞秋已经在这里等待 两个人聊聊关于瑞秋的过去 瑞秋伤心的哭了 黑暗的雨夜之中 普瑞斯迷路了 他遇见了塞巴斯蒂安 于是他收留了他 原来塞巴斯蒂安是一名基因设计师 另一边 杀手一直从未停止调查的脚步 沿着他的水池找到了鳞片这个线索 他找到了麦蛇的 最终通过麦家找到了鳞片的主人 随着线索 他找到了一个香烟的红灯区 并且他遇见了普瑞斯 后来普瑞斯逃跑了 他也就继续追逐 为了躲避他 普瑞斯撞进了一个玻璃橱窗 最后死亡 于是他离开了 之后他又遇到了人造人 李昂 两个人打了起来 瑞丘及时出现 射杀了李昂 救了他 也就是这晚 他突然对瑞丘充满了情感 于是两个人就啪啪啪了 普瑞斯在塞巴斯蒂安的实验室里 小心地探索着 这时找老中的两个凶狠的人造人 光临了他的实验室 他告诉普瑞斯 只有他们两个人了 李昂死了 于是二人相依为命 他们让塞巴斯蒂安帮助他们 去见泰勒博士 他们一起去找泰勒 并且他们相见了 另一边 杀手找到了塞巴斯蒂安的实验室 并且与普瑞斯正面相对 之后杀手用枪射杀了普瑞斯 随后就遇到了贝迪 贝迪很伤心 他的小伙伴都被杀死了 于是杀手和贝迪 开始了慢节奏的厮杀 最终两个人在房顶正式见面 贝迪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这让这个杀手也觉得难过 之后他回到自己的住处 看到了瑞丘 在他和瑞丘离开的时候 在地上看到了一个银色的折制 全片让人不敢想象 是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 在对比当时中国的特效电影 不禁感叹 国家之间的差距其实还是挺大的 这部电影很吸引人 可是在剧情上 跳跃性有点强 会让人不理解 不管怎么说 对于那个时代已经很不错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